离难者家属抵达太鲁格化事故发生地 进行招魂仪式场面爱痛 2号早上太鲁格化行进花莲大清水碎豆时 撞上一台工程车 由于当时车速快撞击力道强大 造成第四到第八级车厢严重变形 而车厢里的乘客也遭严重挤压 有救难人员还原当时救难情形 表示当时送出三位遗体 很潮流的阿嬷抱歉 让你少一只鞋子 白点点妹妹最后你爸爸有抱着你哦 100公斤的大树如何我搬得很稳吧 碰面头妹妹记得哥哥说的话 已经没事了哦 可以闭上眼了 最后也祝福这些离难者一路走好 发现还蛮多民众灾遇这种灾害 然后身体还不是很完整 就是身体的部位 然后有散落在各地 那我们也是尽可能的 想办法办 让他们把这些遗留在外面的一些 残缺不全的大地把他捡回来 到达的当下就是 一个阿姨被门压重重的压住 然后旁边又有一双手 大概花了四五十分钟将阿姨脱困之后 那过程中会一直踩到 两具大体的可能取杆或手 然后当下都一直跟阿姨道歉 跟施责道歉说不好意思 我们是在帮助你 头上包着纱布坐着轮椅 是花脸玉璃镇牧师 女儿钟桂梅 一家四口返箱扫墓 却碰上这起事故 只剩妈妈生怀 她的两名儿女都是国力体大的学生 女儿甚至过去曾拿过全中玉 一百公尺金牌 回忆事发经过 钟妈妈眼眶泛泪 表示撞击后从座位上爬出来 找儿子女儿 又看到他们在第八节车厢最前面 不过当时所有东西都掉落 而这一位生还者陈先生 则是一家六口准备回台东扫墓 全家人都坐在第六节车厢 回想事发当下 陈先生一度哽咽 表示当时她正在睡觉 突然感觉身体被甩出去 回过头来 女儿的后脑勺已遭撞击流血 而六岁孙女则是失去呼吸心跳 我在那边急救了很久 还是没办法 可能是我没有 没有进到父亲的责任 事故来得太突然 家属难掩悲痛 而目前还有许多遗体仍破碎不全 就有来自彰化的遗体美容团队 后照全台遗体修复师 替这些罹难者修复师生 目前第一梯次 总共出动58人 全部自愿前往不拿愁笼 就是为了让王者们 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新唐人也在电视 台湾台北花莲 综合报道